大家我们想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我们台湾持续受到干冷空气的影响 天气是相当的晴朗稳定 但是还是蛮冷的 尤其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中南部跟东南部的话 要特别留意的是质液温差 尤其冷空气的影响 还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 再加上辐射冷却的话 预估明天清晨在我们的中部与北地区 还是有机会下滩到只有10到13度 我们南部跟东南部的话 也有机会下降到大概只有12到14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 云路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台湾上空的云量其实很少 因为最主要是受到干冷空气的影响 但是可以看到偏北风持续把北方的冷空气给带下来 那么预计明天也会是像这样子 水气量不是很多 比较稳定的天气 但是大概到周末的时候 我们台湾附近水气会有稍微的增加 但是也不是很多 那么最主要就是风向也会转变 由东北风逐渐转成偏东风 所以迎封面的东南部地区 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可能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但是整体来说水气量都还是比较偏少 都还是比较稳定一点 尤其是西班部地区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因为从云路上面可以看到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外几天 有可能会有扰动 这个生成的这个机会 那么从目前的整个预测图是看起来 这个扰动也不至于太接近台湾 所以大家先不用太过于担心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温度的部分的话 这波冷空气对我们台湾的影响 大概就持续到明天的清晨 明天白天开始 冷空气就会逐渐的减弱远离 那么接下来周末两天 甚至到下个礼拜 目前看起来都是相对比较温暖的 这个温度 但是要特别注意就是日夜温差 可能到周末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大 预估清晨低温可能仍然都只有 15到17度左右 那么中午高温是有机会 可以来到2526度以上 甚至在南部有机会来到28到29度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白天虽然是比较温暖舒适 但是早上和晚上还是比较偏冷一点 要注意添加保暖衣物 未来四天主要容易下雨的地方 其实是在周末开始 我们台湾附近水气量稍微的增加 所以已经方面东半部地区 可能会有局部零先的短暂征雨 但是从这个色阶图上面 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量也不会太大 所以不用说太过于担心说 这个天气会不会变差 因为未来四天其实整体来看 都是比较偏稳定的 尤其西半部 几乎都是可以看到阳光相当稳定的天气 那么在今天晚上各地的情况的话 可以看到中部与北跟东北部 要特别注意的还是低温 会下降到92到13度 因为辐射冷却还是会很明显 南部跟东南部的话 也大概只有15到18度左右 那么在明天白天的天气的话 还是都相当稳定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日夜温差 还是比较大一点 中部与北跟东北部低温 12到13度 南部跟东南部大概15到18度 但是各地中午高温都可以来到 24 25度左右 甚至在我们的南部 也可以来到大概26度 另外要稍微注意的就是空气品质 在我们高雄屏东附近 有机会来到这个橙色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期 因为明天白天开始 风向也会逐渐转了到 礼拜六的时候 转成偏东风之后 西半部的空气品质 可能还会再稍微的不好一点点 因为扩散条件也会变差 这方面要提醒大家稍微的留意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几个重点 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的清晨 就今晚到明天清晨还是比较偏冷 因为持续受到冷空气 跟辐射冷却的影响 到礼拜五的白天 明天白天开始 温度就会逐渐回升 白天温暖 早晚比较冷一点点 是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比较明显 提醒大家 添加保暖衣物 以免着凉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